桃红的八重荫及俗成山樱花的北寒荫开满枝头 在舞台的森林小镜袍或是岩板像的住家 都可以欣赏到随风摇曳千姿百昧的花态 不过由于去年旅人必追的当地赏樱只飙樱花王宣告不至 加上花旗及花矿不如预期 赏樱人潮减少许多 虽然今年舞台樱花季因气候影响花矿 赏樱旗可能提早结束 但沿途有许多原住民部落的景致 坐落期间 如从三地门乡进入舞台的三地门 德文 古川等部落 还有变化无穷的山景和开阔的视野 艺人吸引许多喜爱大自然的游客或登山客来访 我们是舞台乡的最后一站 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山 还有云 汗雾 还有新鲜的空气这样子 然后我们走到我们下村庄之后 我们还可以沿着我们的古道继续走走走 也是一路上都是左右两边都是树啊 贴近大自然这样子 之前都是去舞台 想说没有来过德文 你就绕过来看看这边 跟舞台比的话比较悠闲一点 因为现在平日没什么人 可以看一下他们这边的人文风景 还有几颗樱花还没有卸掉 只有现在疫情期间出来走走 避开人潮还不错 舞台乡公所指出 舞台乡内也有大五部落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 它游西游虫 阿里部落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 与神山部落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等套装形成 让上山的游客除了赏音 也有不同的原文体验 新航亚太电视李娟荣 台湾屏东采访报导 对了